而且我覺得他這次好像 橡膠量更多 好像一整圈全部都是橡膠好不好 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森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道個歉 好不好 就是我這一支影片裡面呢 分析的超王魔龍 圖片並不是官方發的圖片 而是外國的人批出來的圖片 難怪我就想說為什麼 官方會那麼沒有誠意對不對 結果原來是批的 然後我只要剪輯 檢討的時候我才發現 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是只好上傳 那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 趕快來分析我們最新的 超王魔龍的正確資訊好不好 今天要來分析的陀螺是 B167回旋魔龍 NTT2S 這一顆陀螺呢 其實我必須得講 他其實就是 武師魔龍 的超王版本 就只是把武師魔龍構造 改成超王版而已 我還是必須得這麼說 所以其實 並沒有說到 誠意到哪裡 就是 一一分析給各位聽 那我們這一次呢 為了要節省時間 所以我可能會拿我上次那支影片的部分片段上入這支影片裡面 因為我上支影片並不是全部都錯的 有一些部分其實是正確的資訊 好那我們先從超王晶片的部分開始講 這一次的超王晶片呢 好像是跟 巡翼邪神 還有戰神 以及撒旦 外表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厚度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會跟巡翼邪神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持久型 好接下來來介紹 超王文章 超王文章的部分呢 各位仔細看 他其實長得也蠻像 巫師魔龍的文章 可是 還是有差啦 就是長相有差 那 緊實度部分 我個人是不太清楚 我覺得 應該會稍微變更緊一點 再來我們來介紹最重要的Ring 好不好 這一次的Ring呢 完全沒有融入 靈魂魔龍的系統進去 就完全是延續我們的 巫師魔龍下去做 而且我覺得他這一次好像 橡膠量更多 好像一整圈全部都是橡膠 那我覺得這一次是非常的慘 那我覺得這一次會非常慘的原因 我會放 我上一支影片裡面有講的 再加上他又有 跟巫師魔龍的缺點一樣 大量橡膠 然後再加上如果他又不夠緊的話 等於是這個魔龍會比 前幾代魔龍 還要廢料炸掉 他們不要再把魔龍做壞了 那我剛剛不是有提到 巫師魔龍的缺點是大量橡膠嗎 為什麼這是他的缺點 我正面跟 不知道的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你這顆陀螺酸 有很多的橡膠 可以進行強力吸收 但是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的橡膠會有反作用力 所以 會帶動你的尺痕 然後你的尺痕又 不夠緊的話 就會導致他非常容易爆裂 所以其實 太多橡膠也是 沒有很好的 好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所講的 他 這顆魔龍呢 第一個 要點是 必須要變緊 如果沒有變緊的話 這還是一樣弱 那再來第二個重點 太多橡膠也是不好的 我們這邊 上一支影片也有提到 為什麼大量橡膠 是缺點 那我們就藉由我們上次的影片幫各位講解完 為何這一次的魔龍可能會蠻慘的 因為真的 大量橡膠並不是一件好事 必須要適當 而不是 不限量的這樣子一直加 而且最重要的一個點是他頸度只要緊 他其實用大量橡膠 的反作用力也不會說到讓他非常容易爆裂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頸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決定這一顆魔龍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希望他這次可以變得稍微緊一點好不好 拜託 我很想玩魔龍上比賽 再來我們來介紹新規靈簡 機殼的部分 這支機殼是我們的 超王獨有系統的機殼 那這支機殼也是成一個三角形 我不用放在旁邊 它上面有沒有橡膠我個人不確定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這樣看下來的話 應該是沒有橡膠 然後厚度感覺還蠻不錯的 如果他有把RT鐵的系統融入進去的話 個人是覺得會蠻有趣的 強度我不敢保證 但是應該蠻有趣的 玩起來 再來軸心呢 這次看得出來他們是要致敬 第一代 四魂魔龍 他使用的軸心是 古老的 NT軸 好不好 而且配色好像還是跟 原本差不多 是橘色的 那我們這邊給各位看一張圖 他會在 2020年的 5月 25號發售 其實已經 蠻接近發售日的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 期待 那也希望不要讓我們 失望 那我們今天的 超王魔龍 差不多分析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結束了 我錄音 喜歡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我分享 可以到副頻道 點訂閱 FB粉絲 按個讚 可以去IG追蹤我 我是白聖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